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格物 格是什么 格是一个来的过程 也是一个质的过程 从不同的角度 它可以解释为来 解释为质 既来且质的关系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庄子和墨子中所谓的接 接触的接 这个接是什么 接就是知识所产生的过程 无论是看格物的词意 还是去看先秦知识论 或者说是认识论的 这样一种文献的传统 以及我们看礼记中的乐记 物志之之 对不对 那样一个跟格物之之 非常非常紧密联系的 这样的一些文献 我们看到我们应该在一个认识论的 在一个知识的层面上去思考格物 我们觉得这个更符合格物 它的历史的面貌 也就是这个知并不是一种究竟的道德的良知 它不是说我们怎么样通过去 证物也好 或者是格出物语也好 去实现一种完善的道德 格物之是探讨的是什么 是知 是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 是我们对于世界的了解 是知识形成的过程 在我们这个时代 知识的获取非常的容易 或者说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的进程上 知识的获取就不再是一件贺天荒的事情 所以在那样一个时代 它其实开始会反思什么呢 知能给人带来怎样的遮蔽 但是你注意在文明的出生期 对于我们的先民来说 对于民盟也盟寐无知的 这样一个人群的特点来说 获得知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某种意义上讲 人类如何攀登上食物链的顶点 如何作为天地之性 最贵者也作为万物之灵 那么很大程度上 它就是通过这样一个 不断地去获取知识 不断地去把握万物的过程来得以实现 也此格物之如果从知识论的传统 特别是从我们早期文明的发展的角度来看 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 那我们说到这儿 接下来 说到这儿是什么呢 是对前日研究的一个评述 或者说是一个选择与定位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思考的问题是什么 如何格物 如何来获得知 格物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交接的问题 在人和物的接 在人和物的格的过程中 实际上是有着非常丰富的思想内涵 知识的获得 或者说对中国文化来说 带有民族性的 带有我们自身文化特点的知识体系的建构 实际上经过了一个相当漫长的 这样一个思想的进程 所以我们说 而这样一个进程怎么样呢 和明和我们的语言密不可分 人类是通过语言来把握万物的 我们在我们的精神识别中 在我们的精神结构中 对于存在的认识是无法脱离语言的 这是我们的特点 因此呢 我们说我们要以语言哲学 以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为视角 结合我们古人对于物的认知把握的 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更深入地去理解格物 我们看格物中间包和了哪些内涵 那我们还是从训孤出发 格在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训孤是梁夺 这样一个训孤出自苍结篇 它有它训孤的传统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大家去回顾格物之之的解释史 或者说它的训孤史的话 你会看到 这样对于用梁夺来解释格物 这样一种解释是在明清之际 是在明清之际开始 这样一个解释 在清代的学者中 很多人采取了这样的一个解释 什么是梁夺 梁是衡量 夺是什么呢 夺是考虑 对不对 物皆然心为甚 亡情夺之 夺是一种权衡 一种考虑 梁夺有点像什么呢 梁夺就有点像把各种各样的一坛散沙的事物怎么样了 分别收纳到不同的小盒子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处女座出身的收纳裤 或者是把各种各样的杂物放到小盒子里头 你们看过那个药店卖中药的吗 对不对 一摊药材一样要剪出来塞到小盒子里头去 或者是什么呢 把一个散乱的电脑的各种各样的文件纳入到规范的文件夹中 这是一种让人很强迫的这样一种行为 尽管我很不愿意干 但是我特别希望有人不好干 尽管我很不愿意干这事 但其实有时候自己干一干也会觉得特别强迫 有时候你会用整整一天的时间去处理这个十多年来各种各样的文档 把它们整齐的纳入到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文件夹中 但遗憾的是我电脑里头更多的文件夹是什么呢 这个 15年上半年桌面 15年下半年桌面 16年春季桌面 16年夏季桌面 或者桌面一桌面二桌面三 你明白这是怎么来的吧 若干这种满满一个桌面的文件懒得收拾 然后把它们集中 减切到一个文件夹里 桌面一桌面二桌面三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缺乏良朵 在良朵的特点 你注意格这里头就有标准的含义 格式是不是是有标准 所谓格式化 是把它们强制性地纳到一个标准中去 我们写论文也好 写各种各样的这种文本也好 它有它固定的格式 格式标准 因此格物其实有点什么样的内涵呢 解释为良朵 就是纳入标准 而这样一个标准 往往意味着某种知识 某种认知的体系 标准一定是建立在一个体系上的 不存在孤立的标准 标准是一种认知的网络 是一种认知的网络状态 那这样一种性孤 我们注意 我们先看历史 在学术史上它发生在什么呢 发生在明清之际 这样一个训估的出现 以及更多的学者 清代很多学者愿意用良朵去解释格物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注意这里头有两个背景 一个背景就是清代普学 清代考剧学的兴起 在那个时候实际上就是一种课 我们说一方面是出自儒家的对于空书无学的反动 走向了一个知识化的这样一个传统 另外一个背景是什么呢 就是清政府的文化高压 让这种读书人对于现实的问题缺乏关注 缺乏表态的勇气 所以大家沉浸在一种知识的考剧的经典的研读之中 那这是清代普学的一种实事求是的实学的背景 这是格物被这样殉估的一个历史的大的背景 那另外一个背景就是什么呢 就是从明清之际 这个所发生的一种西学东建的 一种科学思想的壮记 我们要知道西方文化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 绝不仅仅是19世纪或者18世纪 那么晚 在晚宁的时期 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西方吸血 西方的思想观念 已经开始向中国文化去渗透 对于这个问题 你们可以去看这个樊淑智先生的一部书 叫做《晚宁大变局》 这部书写的比较清晰易懂 这个从不同的角度去讲 这个在晚宁时期的思想编剧 而晚宁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编剧 就是西学的渗透 哪怕是到清代这样一个文化专制 逐步加强的时代 但是作为那种对于意识形态 毫无害处的科学的进入 这样一个文化交流 文化碰撞的历史的脚步 始终也没有停息 好 那我们说格物 良朵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把物 把事物纳入人的认知体系 人类为什么会有体系 我们为什么会有体系性的思想 恩格斯有一句很经典的话 他说体系的存在是什么呢 是人类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 是我们去克服困难克服矛盾 那我们怎么样去克服存在的或者与意识的矛盾呢 把它纳入到一个更加完整的体系中去就可以了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是什么 是我们人类在用我们的精神 用我们的主观意愿去理解自然 征服自然 掌握自然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就中国文化来讲 这样一个把万事万物纳入体系的格物和思想进程 至少包含四方面的内涵 而这四方面的内涵和我们的语言文字都是密不可分的 第一种思维 第一种思维特点是什么 是取向 取向是什么思维 取向实际上就是我们语言文字得以创造实的根本的思维 我们都知道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 那我们面对复杂的事物的时候 我们想用一个东西去给它记录 那我们会有什么 会有语言 会有文字 文字是什么 语言文字是什么 语言文字是对于各种各样具象的一种抽象 是一种提炼 我看到 如果我们没有语言文字的时候 我看到你们所有的人都是有差异性的 你们怎么会 这个长成这样 那个长成这样 看着好像人 对不对 那我觉得你们对我来说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 都是一个未知的个体 那真的是一件挺可怕的东西 这都是些啥 后来呢 那怎么样呢 我们去用一个东西去给你们定名 那就是人 对不对 那在造人这个字的时候 我们怎么造这个字 作为表意文字 我们是不是选取了一个共性的符合人的特点的形象 所谓这个共性的东西是什么呢 是人的特点是一种站立的直立的 人都是一种 都有它的直立的象 对不对 我们看人这个字 那这就是我们从各种各样人中去选取的一个象 那你注意人的象会有各种各样啊 你们又不是成天站着 对不对 行住坐卧趴着躺着 对不对 能坐着绝对不站着 能躺着绝对不坐着 能贪着绝对不躺着 对不对 这是人 但为什么要去选取这样一个共性 一方面这个是一种是我们的人的共性 另一方面是什么 这个是反映人的特点的 那我们的特点是什么 当我们和我们作为灵长类 我们慢慢从灵长类 我们和灵长类也不同 我们是人 我们和动物之间的一个最根本的形象特点是什么 直立行走 对不对 这个是人的和动物的一个很本质的区别 好了 选取这种基本的特点 选取这种基本的象来凝聚在语言文字之中 这是我们的去向 所以你看我们在汉字中给动物类造字也是一样的呀 给各种各样的动物植物天文地理造字也是一样的 都是什么呢 寻求那种反映其本质特点的共性 让它凝聚在语言文字中 那你看比如牛和羊 对不对 牛和羊它的区别是什么 牛大羊小 是不是 这区别是脚 对不对 直观的是一个像 但这个像是什么呢 能反映出它的根本区别和本质特点的 以它的脚向上和脚向下作为区别 因此我们看到取向是什么 取向是我们认知世界的认知物的一个基础的行为 最根本的行为 最基本的行为 这个行为是什么呢 对于多样性的事物的一种提炼 这个取向我们不要小看我们的语言文字的创始的过程 这个取向意味着从具体到概括 从书向特殊的向到共向的过程 取向所完成的是共向的提取 那物一旦被提取为共向 物具有了共向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出现了物的基本的分类 那我们注意取向是什么 取向是汉字造字的思维方式 同时取向的思维 它也凝聚在中国文化的根本的点击中 在先秦的哪部点击中 实际上是建立在取向的基础上 周易 对吧 我想你们 我记得你们丽云是要学周易的是不是 现在不学了 还是正在学 现在不开这课了是吗 你们真遗憾 以前的这个丽云班都要学周易的 然后我印象中丽云的学生都会算一挂 对不对 所以这个考试之前呢 有时候你看这个丽云的学生会带着铜钱 来走进考场 对不对 这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都要算一挂 当然也有一些想不开的同学 这个选择带着试草 带着牙签进入考场 然后用这个东西来去算选择题 大概算了一两道之后 考试时间到了 这个丽云同学应该 周易 我们回到周易 取向是周易的四个方式 卦向 对不对 你看所谓的八卦 六十四卦是什么 八卦就是对于各种各样的基本的向的提炼 钱为天 坤为地 对不对 它是以卦来统设向 由向怎么样呢 到树 再到礼 但是周易的文化起点是向 中国人的 中国人的 或者说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我们这个民族的对于向 对于这种直观的思维方式的注重 是高过西方文化的 我们在去 我们在去这个提炼的时候 我们在去总结物的时候 我们进行的是一种什么呢 是一种选取共向的方式 这和那种抽象的概念性的思维还是不太一样的 好 那随着取向的话 也就意味着有了语言文字 那取向是我们对于物的最基础的一种把握 提取具有共通性的共向 由共向以见共性 那这是第一种思维方式